48岁王彩化因保闭爆红通告接不完,如今却惊传为了一个理由改变心境但初。 自封为台湾兵齐步的王彩化早前是综艺节目的常客,最望11天跑6至7场通告,每天打开电视都可以看到他,但近几年曝光量却大大减少,渐渐少上综艺节目,他谈言是因为这个原因。 广告请继续往下阅读。图美翻设字综艺完很大,王彩化脸书,夏童。 王彩化笑说,以前讲太多了,现在不讲鬼,不讲规防情趣,新节目的性质有些不太适合我,邀约都会考量再三,综艺完很大,就打电话来邀约六七次,但我真的年纪大,加上有老公、小孩,许多危险游戏都不适合做,因此都婉拒。 虽然节目组的人都说,我不用玩这些,年轻人玩就好,但我觉得去了就一定要有效果,要不然我会很良心不安。 广告请继续往下阅读。 郭子干预透露,该节目主持人吴宗宪宪也向他提过邀约,献负。 哥哥说要去韩国出外境,还要拿热水壶帮我报仇。 就连在旁摇带维也说,其实自己也有收到邀约,但跟王彩化一样的想法,很担心自己不适合,效果就是不好玩,没有节目效果,现在上节目都会考虑许多。 人到了一个境界最执着的范儿不是金钱,而是内心的瓶颈,希望他接下来可以越来越顺利。分享出去吧。